理想L9增程式混动卖到45万争议可不少 那么理想L6卖到20万是不是挺香的 本期咱们就聊聊理想最入门版车型还未上市的理想L6 前不久我近距离看了一下理想L6伪装车 先说尺寸 目测是和理想L7差不多的 车长也会在5米左右 不像L7和L28那样有一个明显的三排的长度差距 不过目视来看宽度明显会更窄一些 所以看到这个尺寸我就会和理想L7去联想到一块了 而上次发完那组视频之后 很多朋友就留言说理想L6就是理想万的换壳 尤其从刹车系统底盘结构分析和理想万是神似 也就是说据猜测理想L6并非是L789的共享平台 底盘悬架系统也将搭载前麦夫讯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也是具备软硬可调的减震器 外观设计来看毫无悬念 就这伪装车衣来看也就是和理想L789设计是完全一致 不过据推测贯穿灯有可能在低配的L6设计上不具备 内饰设计将与现款L7相同用HUD取代仪表盘 提供双主副驾驶娱乐屏 车机系统也将搭载高通的骁龙的815以及芯片 同时副驾驶座椅也可以选配女王座椅 前面座椅是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功能的 但在后排的功能上预计会受成本控制 或将只提供通风和加热功能 动力系统上基本上也没什么旋键 搭载1.5T四缸的增生器 提供前置单电机或者双电机四驱的动力布局 两个动力版本可供选择 同样搭载40度的电池组 ADC续航在180公里左右 满油满电情况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 而相对于理想L7车型 L6最大的减配则在辅助驾驶配置上 比如说硬件的数量以及高精辅助驾驶等等 毕竟这一部分则是最好控本的配置 可以最大的降低车价 但是像基础L2级的辅助驾驶应该还会继续标配 总结来说 理想L6作为一款20万级的大五座布局的混动SUV 在这个市场范围内 它的用户青睐度会比理想L8以及L9更占优势 毕竟四五十万买增龙式混动车 你可以对比BBA挑它的毛病 但是放到20万级来说 你觉得它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家梁 关注我 抢先来你看 更多新车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